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打工的时候认识了男友 却正是因为他勿交男友而接触到了毒品 其后呢因为自身吸毒并且融流他人吸毒 被判入狱三年 今天是马清清刑满释放的日子 正当马清清走出监狱 准备好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的时候 却没有想到一个危机正等待着他 站住 让一炮 快点 快点 往后里面快点 我们走了老刁怎么办 废什么话 你先等你回去 外面那么多警察 现在我们手上有这么多货 得赶紧散出去 要不然上头金刚又该催了 王贵 今天晚上你想办法把这批货给我拿出去 明哥 现在外头发生这么紧 换个新面孔吧 王贵 你这时候给我撂挑子 你没啥从我这儿拿货 明哥 这么多年我可没啥给你白送货 这个人家 行长和靠谱送货来真不如人家 江峰 明哥 你这要去哪 马清清是不是今天出院 不这样 咱们接他去 哥 你是不是喜欢马清清 还不上喜欢 他们以前拒绝过我 你明哥 谁也没想得到 哥 要不然这批货我去算 你想啊 他刚从监狱出来 警察肯定盯了他 你为什么非要找他呢 兄弟 我不想把你再舍进去了 马清清是刚出狱 但是警察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马清清刚出狱 还能沾染这些东西 马清清的男朋友就是被毒品害死的 他都恨死这东西了 怎么可能去 你说的这点我想到了 可是啊 他马清清 一旦认准哪个男人 他就会一辈子死心塌地的对他好 啊 这种头脑简单的女人 最好让我们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李警官 你放心 从这儿出去之后 我再也不会碰那东西了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给我打电话 是 小青青 小青青啊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来 送给李大 那行 我先给你拿着 我知道有家饭店 味道不错 咱们去尝一尝吧 刘明 谢谢你 不过我爸身体不好 我好像先回去看我爸 你这顿饭 改天再吃吧 孝心是应该的 那这样 那个坐我车走吧 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坐公交车走就行了 不然 清清 清清 出狱后的马清清 遇到了曾经的追求者刘明 马清清一直觉得 刘明做事有些不踏实 对他印象 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同时他觉得 以他现在的情况 他并没有准备好 接受一份爱情 马清清现在只想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但刘明 却对他穷追不舍 其实马清清并不知道 他正在一步一步 钓入流民设好的圈套 宝费 大军 他在北京 地上 你还优俩回来啊 我知道 错了 让我们老妈家里 用尽 我发誓 我再也不碰你东西了 而且我在里面都已经借了 借了 你只要还和汪文那混账东西在一块 借了还得洗 我刚初真是瞎了眼 今儿答应你们在一块 他已经被那东西给怕洗 死了 死了好 活该 我真是搞不懂你 为了劝他戒毒 你竟然自己扎了那东西 爸 你怎么了 我要陪你去医院吧 滚 我看不见你 我还能多活两年 爸 你先别生气 你喝口水 你给我走 你就当没你这姑娘 爸 那我这几天先住柴房 你有事叫我 我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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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我忽获 我忽获 你也ęd 你忽获 我忽获 你也不忽获 爸 我给你熬点鸡汤 您趁热喝 我今天去找工作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的 不会再让你丢脸的 老板 这是我的简历 你什么原因进去的 吸毒 你会查业 以前在茶厂工作的时候 跟昌理的师傅学过一点 那好 你来表演给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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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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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芊芊 你来了 我们店里面一百多年的红茶瓶丢了 我刚才走的时候还在呢 那这样吧 我要看看你们的柜子 你们把钥匙给我 走吧 这是宝人的 这是马清清的 这 怎么可能 马清清 这是什么情况 你给我解释一下 哎呀 真是没有想到啊 你 我说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怎么能够干成这种事呢 怪不得你要到那个里面进去呢 你们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正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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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柜子里面这个难道不是证据 而且 还有别人有这钥匙 你什么意思啊 走 丢手拍这种去 走 你干嘛呢 他拍这种 走 你干嘛呢 他偷东西 我说他去拍这种 我没有 是他们在当陷害 谁在这样的 不是证据呢 证据 柜子里那个东西 他就是证据 哦 那也就是说 他偷完东西之后 不及时的转移走 啊 还放到抽屉里面 等着你们抓他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的 我只管东西在抽屉里面 不是我能说你们这叫贼喊卓贼吗 你怎么说话的 啊 偷了东西喊这么牛 你没资格跟我在这喊啊 啊 让你们老板出来 我跟你说 我被老板麻烦了鬼 他没吸尽距离 他没关系啊 我就等你们老板 什么时候有空啊 什么时候见他 哟 这不是开公益品店的刘老板吗 今天怎么又雅兴到我店里来喝点茶 来 里面坐 喝杯茶消消气 堵在这儿这不是事情吧 不了 我们在这儿就把话说了 吴老板是这么回事 那个 这位保安呢 说我朋友偷了茶 这马金星呢 是我朋友 他既然说没偷 我就相信他肯定没偷 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们这是不是栽赃陷害 你这什么话你自己 刘老板 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那谁知道 算了算了 反正查病也查到了 秦秦 这个事就算了极了 我也不受你去派出所了 你明天正常来上班 老板 谢谢你 但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 我想我也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了 秦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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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板 怎么样 秦秦 秦秦 你跟他们一般 见着干嘛啊 那老板不要你我要你 上我那儿工作去 你你别哭啊 你说句话啊 没什么 难道 进过监狱的人 脸上都写着坏人两个字吗 我爸不让我进门 茶叶馆的老板 想着发的赶我走 难道我们这人就没有希望 没有将来吗 你爸呢 他就是姑姑去心里那道坎 他茶叶馆那几个算啥呀 那摆明了是冤枉你的 你跟茶叶馆见识干啥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了借毒 我花了多少努力和辛苦 我只是想要一个 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人也有那么多的性格 你能保证所有人都喜欢你 但是你放心 我在 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谢谢 这生活呢 是咱们自己过出来的 可不是他们说三倒四说出来的 这样 我那个工艺品店呢 虽然不大 但是肯定能开到这些工资 待遇不错 你看 谢谢你 刘明 不过 我还是想自己先出去闯闯 也行啊 但是我跟你说 现在这社会太复杂了 你得记着 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知道吗 行吗 气发泄得差不多了吧 这活也干得差不多了吧 走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等我走你去吧 你先坐 你先坐 对了 我连我自己生日都忘了 没事 今年是你本命年的生日 人家说了 这本命年的生日 不能凑合就过了 一定有隆重 我已经好多年没过过生日了 你放心 从今年开始的每一年 我都会过生日 清清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世界整个就好像静止了一样 我当时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想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这么善良 这么完美 这么有灵气的女孩 出现在我的面前 喂 什么 我马上来 护士您好 我是马哥的家属 我爸怎么样了 我站在这儿 你是马哥的女儿啊 你爸现在未出血 你爸的血型是AB型的 但是我们县里AB型血库的血型非常紧张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跟省里 市里的血液中心打电话了 我是AB型血的 你收我的吧 好 走吧 爸 你醒了 晨晨 你给我栓心 没事吧 没事 你这孩子 大小就滴血糖 爸 我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 晨晨 刚才回家了 晨晨 你这臭风猜发了 瞒出来吧 再坐回你那屋去 那猜发太冷了 去去吧 来 爸 怎么了 刘远 这是我刚给你买的红豆沙 真是很快吃的 你怎么知道我还吃这个 你在朋友圈里晒的啊 我一猜你肯定喜欢吃 这还是我去你常去你单店买的呢 谢谢 病人家属 就交下住院费 哦 五千块 大夫 我过两天交行吗 不是 这个病的事耽误不得 医生 这样 一会儿呢 我就把这住院费给交了 行吗 好 谢谢 谢谢 你妈总跟我说谢谢 咱们俩之间公课 你看 你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要是你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的话 你尽管说 不过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你要这么说呢 我还真就有点事 想跟你咨询一下 是这样 前段时间呢 我这个工艺品呢 在运送途中 让快递员给我打碎了 赔了不小的一笔钱 这个孙哲呢 手脚不太干净 我把他结我货 你身边有没有细心一点的女孩 推荐给我送送货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我去帮你送吧 行 那太好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那我试试 这样 明天晚上我让孙哲开车送你去 好吧 你赶紧把红豆沙吃了 我把肥肠 明天啊 你真厉害啊 我跟明哥都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都是自己去送货 不让我见买主 可能是 他觉得我是女生 人也比较细心 给他送货 买主会比较放心吧 我去找货 你好 你是王慧吗 是 刘总让我给你送风一瓶来了 刘总 刘哥 你没事吧 没错 多好人吗 怎么了 清清 我就是觉得刚才那个客户挺奇怪的 但是我也说不上怪在哪 买咱们店供应品的人都有点奇怪 你想啊 正常人谁能花钱买那种不正用的东西 对不对 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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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 就当没你这姑娘 一场预谋 一个被带入盲土的女人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我去帮你送吧 她该走向何方 如果迈出去的话 一定会判死心的 乡村法治剧场 国际进毒日特别制作 杀了 毒品漩涡中的敌人 快的 刘明 工艺品里面有毒品你知道吗 啊 我不知道啊 这感觉是有人陷害我 咱们报警吧 清清 你听我说啊 你千万不能报警 这事咱们摘不干净 弄不好我这工艺品店都会被查封的 那么TK就大了 但是我现在收入毒品超过100克了 如果卖出去的话一定会判死刑的 而且刚才我根本就不知道 给王辉送了多少 进去我一次我不想再进去了 刘明我求你了咱们报警吧 清清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先冷静冷静别紧张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报警 不然我就死定了 这事我摘不干净 我还年轻呢清清 我可不想死了 这货怎么办啊 你这样 你先把这批货拿回来 我这肯定是出内鬼了 我一定想把我把它查出来 好 我根本就看了 你不知道 我会在家里面 是什么呢 不是个人 你怎么会打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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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这怎么了 吸毒过量 晕倒了 吸毒过量 晕倒了 喂 李警官吗 我刚才看见给女子的时候 还好好的 男朋友就是这么死的 这毒品都是留名给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在工艺品里面藏着毒品 我要知道 我打死也不会送的 晴晴 你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里面藏着毒品 就打电话给我 这个啊 我相信你 马晴晴如实向警方说明 他出狱后见到刘明 以及跟刘明交往的全部亲密 其实警方已经对刘明实施了监控 警方掌握到 刘明的工艺品店 是个运输毒品的掩护点 并且判断刘明的上家就是金哥 为了能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警方暂时没有采取行动 而此番经历下来的马晴晴也察觉到 自己被刘明设计 马晴晴主动要求配合警方行动 抓住刘明等人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难道他对我的好 都是设计的 对他 静静 冷静一下 冷静 我一定要把你们抓到刘明 我恨死他了 可这样 我们也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没事 我自己会注意的 那也行 我们先交一些应急办法给你 到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在你身边 时刻注意你的安全 等会儿大家都跟紧点啊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露出马甲 万一惊动了里面的顾客 就麻烦了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们都在家里 买人都在家里面的顾客 给人都在家里面的顾客 测调 你去 你自己可以的 你自己还可以找湾 想帮你去 李登静 快点 你去找湾 我肯定是你去 那名呢 名字就送货了 你赶紧把这件换上 干嘛呀 那天那女人死了 你现在还是那天的打扮 快换上 你在这儿我怎么换啊 你出去啊 八星期是不是逃走了 我倒是最担心他的人上一圈 赶紧去找干净附近的监控 看看会不会有别的路口 我怕点 变装后的马清新 在孙哲的眼部下 躲过了警察的不空 然而警察马上通过 周围的监控录像 找到了马清新和孙哲 逃跑的路线 拿手机去 干嘛呀 队长 我们查到他下一串具备楼内 但是具体的房间号 我们查不清楚 但是我们已经派人 蹲点在他的楼下 好 那你们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哎 你干嘛呀 你拿这个手机 给王伯打个电话 一旦警察定位到新款 咱们就都得回来 那我怕要是想我 给我打电话怎么办 你一旦被警察抓着 就得判死刑 你还管得了那么多吗 我饿了 我想下楼买烫饭 床头锅里有面包 自己拿去 我不爱吃面包 怎么那么多事啊 这时候有的吃都不错 我想上厕所 厕所在哪 我饿了 我饿了 快合复 小燕香 你好了嗎 上來就走這麼長時間 好了好了好了 警察 別動 別動 回来了 在警方的布控下 这个贩毒团伙被一网打尽 毒贩金戈也被抓捕归案 那么案例当中的犯罪行为 要接受怎样的制裁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本案中的刘明 孙哲 王慧等人 听从金戈的吩咐贩卖运输毒品 构成我国刑法第347条的 贩卖运输毒品罪 其中金戈和刘明 为贩卖运输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将处15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同时刘明等人 为了让马清清运送毒品 与茶店老板 保安 何某诬陷马清清 盗取高价茶叶 其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 本案中的马清清 在经历了毒品侵害 与接受法律惩罚后 能够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 与毒品犯罪的严重性 积极主动地配合警方 抓获刘明等人 其行为值得鼓励 马清清身为刑满释放人员 应该享受到平等的待遇 其实 法律不仅仅是惩罚与预防 还给予人承认错误 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国监狱法第38条规定 刑满释放人员 依法享有 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这意味着 刑满释放人员 在接受了刑罚惩罚之后 与普通公民一样 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身份与待遇上 与普通人无异 对于那些曾经做过错事 但已经改过自新的人 我们应该给予宽容 给予信任 平等相待 6月26日 是国际禁毒日 是让人们铭记远离毒品的 标志性日子 毒品会让人丧失理智 丢失自由 遗失心情 染上毒品就是染上邪恶 染上堕落 毒品漩涡中生不出希望 白色粉末中见不到善意 选择与什么为伍 将决定以什么面貌 面向未来面对人生 人生有很多路需要尝试 人生也有很多路不能尝试 毒就是其中一条不能尝试的路 案例中的马青青 在接受了法律的惩罚之后 能够坚定信念 抵制毒品 揭露毒品犯罪的做法 是值得我们肯定和认可的 也正是因为马青青 深刻的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 才能走出阴霾 重新获得希望和将来 而案例当中的马青青的父亲 虽然一开始有排斥 有误解 但是毕竟血浓水 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任和包容 也让马青青有力量 能够坚定的走下去 案例当中的查老板和保安 因为个人偏见和利益的驱使 对马青青误解和排斥 这种做法 无论是社会道德 还是内心的良知 都是无法容忍的 其实在面对重回社会的复兴人员 我们应该充分的信任和真心的接纳 以社会理解包容他们 以家庭的温暖感化他们 让他们能够像马青青一样 获得重新来过的勇气和机会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解读法律 解剖人生 我是王鑫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